每年电视剧都会出现一两位古装美男八屏屏幕 比如今年梦华录 陈晓 新看灿烂无垒 就都帅刀出拳 你心中最难忘的古装美男是谁的 以下是微博票选剧古装美男天花版Top8 桑兰学王贺帝从古装丑男变美男 陈晓洋洋没有前五 陈晓如谢成一第三 陈晴丽肖战真的难超越 Top8 罗云熙 罗云熙名字这么后面我有点意外 毕竟罗云熙每次古装角色都很出拳 最经典的莫过于香蜜的润玉了 当年香蜜热播时真的好多人为润玉心疼 即使剧中这么久 还是网友难忘的角色 而白发的荣奇月上重火的上关透 这几部剧相对来说没有很火 但罗云熙的版相依旧非常好看 目前罗云熙还有两部万种瞩目的古装剧代播 一部是搭档陈飞宇的单改号一行 罗云熙饰演清高正洁的天下第一宗师 楚婉宁 不过现在单改被禁 这部不知道何时才能播 另一部是搭档白鹿的长月静明 月照千锋 罗云熙在这部饰演魔神单太近 聚海没播 罗云熙的魔尊扮相就已经帅得出圈 眼神沙超级带感 Top7 杨阳 相较之下杨阳爆裹的是较多是时装剧 如《微微一笑很精诚》 你是我的荣耀 杨阳接拍古装剧教授 不过杨阳其实一鼓一筋 纪念搭档赵露丝的《且是天下》热度就很高 杨阳在《且是天下》饰演黑风席 她的真实身份是雍州二皇子风兰熙 隐姓埋名行走江湖 她也是江湖上第一情报组织 隐权水泄的主人 她不止武功高强 还功于心迹 容貌绝世 腹黑深沉 人设非常吸引人 而杨阳在剧中无论是长发或者盘发 每一幕都晒到不行 Top 6 陈晓 陈晓也是大家心中公认的古装美男 今年陈晓搭档刘一飞的《孟华路易》开播 大家就被超高颜值的男女主吸引 毕竟这几年实在是太多古装丑男 而陈晓男的回归古装 果然一出手马上就成为今年的爆款剧 陈晓真的非常适合古装 除了她本身五官好看之外 那一双桃花眼似笑非笑的表情 每一个眼神都像在勾人 而陈晓很多古装角色也都十分经典 不止《孟华路》顾千帆 《陆真传奇》高占 《云中歌》刘病吉 《那年花开》叶正元沈青仪 不管是哪个朝代聚集质量好坏 陈晓都在剧中一人赌帅 颜值从未崩过 而接下来陈晓也有一部搭档 毛小彤的《云香传》代播 曝光的剧照依然帅翻天 希望陈晓能一直待在古装舒适圈 多多拍古装造福大家 TOP5 任嘉伦 任嘉伦是网友一致公认 古装比时装好看的男性 古装可以遮住任嘉伦的劣势 再搭配任嘉伦的演技 气场超绝 因此任嘉伦出圈角色几乎都是古装 比如大唐荣耀李柱 锦尼之下陆毅 周生如故周生辰 与君出相识常译 每一个都很经典 任嘉伦请琐斯古装 接下来任嘉伦也有一部新的古装剧 《无忧度代播》 他搭档就无扣人气小话宋祖儿 任嘉伦这次将演一只黑豹精呢 之前任嘉伦在与君出相识 扮演娇人 是一条大尾白鱼 而这次要演黑豹 粉丝都笑说 任嘉伦这是要和动物们杠上了呀 TOP4 王鹤蒂 之前王鹤蒂拍摄鱼龙时 曾被嘲笑说是古装丑男 没想到一部苍蓝鱼 让王鹤蒂口碑180度大翻转 其实不怪王鹤蒂 真的是造型的问题 玉龙里王鹤蒂的妆容 让他显得很没精神 但苍蓝鱼放大王鹤蒂浪眼的优势 玉尊大人每一幕都超杀 霸气十足 而接下来王鹤蒂还有一部古装 《浮屠原代博》 搭档陈玉琪 王鹤蒂饰演全清天下的掌印太监 全清朝野复黑深沉 带感程度不属苍蓝鱼 目前公开的预告中 王鹤蒂的妆容也过关 妆容非常适合她 再次晒初心高度 Top3 诚意 诚意也属于古装更出色的类型 最经典的莫过与琉璃的私缝了 还有长安诺 宇军哥 以及今年陈香如蟹 古装扮相也都很好看 接下来诚意还有一部 武侠剧《莲花露代博》 这次虽然不是线下题材 但诚意的角色又和琉璃 陈香如蟹一样 又美又强又惨 目前试出的剧照 诚意上穿上不同于以往的古装操型 但依旧很好看 很多人也很期待《莲花露》的播出呢 Top2 龚俊 龚俊自从山河令后 就成了很多人心中难忘的古装美男 他饰演的温克星 表面上是放荡不羁 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实际上是霸气阴狠 附黑深沉的魔王 剧中龚俊很多造型都很帅 但最经典的还是风批鼓主的红衣大型 搭配了红色眼妆 更增添了魅惑的气质 接下来龚俊还有两部万钟瞩目的古偶巨戴博 一部是大灯热巴达乐传 两部 一部是杨幂的胡耀小红梁月红篇 两部都是顶级大制作 目前龚布的造型 龚俊也都非常帅气 Top1 肖战 第一名就是肖战了 肖战一股一筋 但古装是真的很绝 最经典就是陈情令魏无羡马 魏无羡也是美墙彩男主 秘密救了所有人 却被所有人当成魔王 而肖战也把魏无羡演得很好 放荡不羁又搞怪可爱 撒起脚来让人无法抗拒 黑化后也十分迷人 每一幕都能当截图当桌布呀 而除了陈情令外 肖战其他古装扮相也都很好看 哦我的皇帝陛下北唐木染 庆余年 延冰云 斗罗大陆唐三 甚至是狼殿下粗犷不羁的击冲 肖战都能驾驭 接下来肖战在玉国瑶将化身 孤高清冷的空丧世子 这次肖战的造型依旧非常帅气 气质脱俗如鸯 而且适合陈情令 庆余年等具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很让人期待